各位網友大家好 真的有時候有些事情 真的不到你不相信的 近日越來越多人士就爆料 就說在香港不同的商場 街市 也出現了一些懷疑疑似的倒閉潮 那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一起給大家看看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那究竟 什麼事幹啊? 有沒有這麼誇張啊? 近日我們看到一些媒體報道 在網上也有些網民爆料 就說在天水圍 天宅街市也出現了結業潮? 不是吧?天水圍的日與夜 夜與暮 天宅竟然出現了大規模結業 話說 有在當地的區民就表示 在天宅商場裡面的天宅街市 發現最少有11個檔口 交吉亭業 那這個 我們之前也分析過 有人說是青衣 你說什麼粉嶺 上水那些 都表示理解 天水圍很近 即是陸路邊境 那會不會跟人們北上消費 買菜有關呢? 那真的或多或少也有可能 因為你現在說到物價始終有個差距 再加上人士乘車這麼便宜 2元 暫時2元這個乘車優惠繼續持續 那你那個 叫做長者 甚至符合資格的人士 現在看到有些叔叔 阿嬸阿嬸阿大媽 二天就牽著買菜籃上去 是嗎? 抵抖了 四元來回 我上去買燒肉 買熟食 點心 買珍珠奶茶 買糕點 買一個星期 姨媽姑姐 整棚掃貨 買回來 甚至乎有些上去 Costco 不是Bosco Costco 合馬先生 總之那些大型超司 小數怕長計 他們每天都買 每天都買的 你看到他們每天都上去 有些人真的 說起這個 為何會有些人會覺得 是不是真的影響這麼大呢? 先不要說家人家事 你想想他們 一天2元 乘車來回4元 如果住在上水瑜 粉凌 元朗 這些天水圍的人士 他們回到上去的時間 比出九龍更快 你出九龍喝茶 那條數 跟他們在深圳喝茶 那條數 其實他們會計算的 這些數 值得很多 吃的種類多很多 有人說 公園走得大一點 那會不會每天上去呢? 我當然 我斷古都不會每天上去的 還未去到 總有的 不過我都不敢 去到這一刻 其實真的 有時候我見 我平日 有時候我都會 上深圳打個回合 打個白鴿鑽 那當然一家人 我不敢 不敢一個人 對吧? 當然 不可能一個人 你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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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正常我也有時候 看到有很多 真的 退休人士 對 一走一 他們去逛街 購物 所以我也有理由 相信 絕對有這樣的理由 相信 他們可能隔天 一個星期會上去幾雲 都不奇怪 那經常都有一些 看到我 我看到在這個連堂口 那些 簡直是誇張的 看到那些 師奶 拿著她買送車 真的 是那些什麼 我 燒我 老水我 燒肉 那些熟食的地方 他就掃了很多貨 所以 其實某程度上 對於 你說 每個口岸 近口岸的地方 街市 是有些影響 也是一個非常了解的 那麼 根據這些網民 或者居民的爆料 他說 那麼多間店舖交吉 那麼他們列出 那些叫做交吉了 或者結了業的店舖名 但是你發現到 真的是包羅萬有 例如那些豬肉譜 生果譜 海鮮 辣味譜 海味譜 那樣的 那樣的 那... 那... 都有圖有真相的 那就說到那些 沒有開檔 拉了閘 完全清了一場退租的 那麼 那些居民就說 其實也不意外的了 因為天水圍買菜 一向都不便宜 天水圍買菜 不便宜嗎? 那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在天水圍住過 理論上 我覺得天水圍的東西 應該比較便宜吧 是不是? 有些人可能會不會 突然坐車去元朗買呢? 什麼合益的呢? 什麼合益街市附近那裡買呢? 我不知道 那麼... 天水圍應該... 我自己覺得是便宜的 也不是太貴 那可能... 不知道跟哪個地方比較 他覺得... 為什麼貴呢? 因為街市的舖租貴 有人說 天水圍的菜已經夠貴了 加了價錢 一樣沒有人買 倒閉為止虧方法 天宅 那些菜不便宜 凍肉 海鮮 所有東西都貴到瘋了 我是這樣看的 你說 是會有些... 街市特別貴的 在大埔區那樣 大埔區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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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樓下在大明里那裡 那一堆賣菜 那些... 有個距離的 也有些少距離的 又或者你去到大園商場附近 那堆街市 又是一個價錢的 所以其實... 因為... 始終... 那個地段的問題 可能我覺得... 那... 天水圍也很大 什麼天宅天耀 那些地方 都很不同 你去到家湖 又是... 又是另一邊 感覺上 很多人 都不會故意走到這麼遠 我供到這麼遠 不如回去買吧 所以其實這也是一個道理 有很多市民就說 剛剛想著去買菜 誰不知去開那間雜貨店 突然他倒閉了 凍肉店也倒閉了 想不到 還有... 接下來幾天 都會有很多店舖交給 因為加租的問題 就做不下去 有些人就這樣說 他說... 天宅買不到 就去天秀買 就說 搬出首一年 還沒搬之前 街市有很多東西吃 很有人情味 搞到這樣很傷心 還打算有些時間 去見街坊 是不是 你不算吧 是不是 現在這樣說 懷面過去又去到... 又去到... 又去到... 憑吊 浪費氣 平時你都不光顧 老實說 有些人就說 在大西北 那些大媽老人家 根本就直接坐車 回深圳買 根本... 這就是我的說法 其實這都已經是... 所謂的公開的秘密 我相信 其實你情況只有一直這樣走下去 這個是... 暫時是沒有辦法逆轉的 你只能夠這樣說 你除非... 坐車的成本很貴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坐車成本太貴的時候 你會出現另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人真的... 計算一條數 我只能搬上去退休了 在上面住 那另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會減少了... 即是叫... 南下的人去玩 因為我們... 即是你想想他都要過關回去 回上去 那那程車費這麼貴 他們就會更加強暴 所以... 在這個位置上面 如何拿捏呢 都是一個問題 那就... 那就是先搞一些兩元車 兩元車過關那一刻 沒有那麼多 甚至乎沒有優惠 有人就說去... 元朗買菜 對啦 因為以我所知 也有些人住天水圍 都會特地走去元朗買菜 要不就是過馬路過進宏軒買 進宏軒那裏有送的嗎 那裏... 不是吧 那裏啊 進宏軒沒有送的 其實天宅那個位置 也算方便 很多車 通常我都是去元朗買多 進宏軒 進宏軒 進宏軒不知了 很久沒進去天水圍了 進宏軒那時候 也不是太多東西買的 有東西買 有人說菜不便宜 凍肉 海鮮 所有東西都貴到瘋了 現在每個人都走去天垂 天壽 買菜 天垂 很遠的 天窄走去天垂 好像挺遠的 因為天水圍是正方形的 我記得他那個擺位是正方形 對 東南西北 如果走去也挺遠的 沒有的 有人說 如果瘋狂加價 最後還是拿乾了小商戶 現在便好 每個人都倒閉不做 那便便 丟了 丟了 所以現在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場地本身是領展的 天窄 原本整體成租 變成領展 直接營運 街市裡面 原來還有六成租戶繼續營業 這是領展的說法 另外有兩成半的檔位 已經有新租戶繼承了 將會在三月頭 裝修 然後繼續進場營運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但是 其實如果你從整體的大方向去看 那些東西貴 那些地方的人消費不起 那些東西都是沒有用的 你肯租也沒有用的 你都沒有生意 你拍烏鷹 只有少量人去做 等同 如果你在深水埗區 買一些貴價的食材 什麼Dry H 什麼鵝肝 等等這些黑松露 你以為有沒有人會幫到 不一定多的 不對 你的消費層 你的價錢也是一個問題 你說不是 那些東西很便宜 那些東西 人生十元支 那他會幫襯一下 我們不要管他 假不假 所以其實 我自己覺得這個方向 也是將會 一個大問題 接下來 在陸路邊境那些街市 或者商場 他們面臨的問題都會更加大 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還有另一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就是 會做垃圾經費 對吧 那究竟 無論餐廳也好 食股也好 國內的零售商也好 會不會受影響呢 這是一個問題 他們最後會不會真的 用者自負 將費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如果從餐飲業的角度來講 我們看到也是會有機會的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對於 在剛才我們說的 這些大西北 大東北的地方 的餐廳食肆 他們面臨的挑戰更加大 除了這件事 在一個未知之數之外 接下來 我也看到 水費也說會加 渡 渠務署也說會減到排污費 餐飲業也憂慮 如果是這樣做 那些小企業就一起倒閉 可以倒閉 有 因為政府現在將一些 很久沒有加過的價錢 是時候拿出來加價 例如水費 29年沒有加過 原來 水務署就說 一兩個月後 在上個月的時候 一兩個月後 就會完成檢討 接下來 差不多時候就會知道了 水務署就說 已經做好加水費的準備 拍板 預計在今年的下半年就生效了 因為 始終加水費這個問題 也可能會對一些餐廳食肆 比較受影響 因為 排污費 當然 現在是百上加筋 如果再加上排污費 又加上垃圾收費 最後 真的 什麼費都加 沒有價錢 用者自負 到最後全都轉價了 消費者身上 算起來 加價沒問題 沒有人來光顧 買不起 消費不起 所以 這個憂慮也是一個合理的 其實 因為這個水費 29年 斬馬金 原來是在1995年開始 一直都沒有調整過 現在住戶 首12立方米用水 不用錢 這次按比例就遞增 每立方米收費 4.16-9.05 商業用水每立方米 4.58 建築用水每立方米 7.11 其實在2014年 政府打算研究調整水費 可能那時候 政府也豬籠入水 那時候覺得很穩 不需要這樣加價 但是現在 如果在水費 或者排污費調整之下 對於整體的收支 政府的收支 水務署的收支 可能都會好 其實江玉歡之前也有提及過這個問題 他說 公共服務收費加價水 每個人都要用的 就算我不出家買水 我都會扭開水頭煲水 對吧 那你說加多少 剛才寬的時候 他都說加多少 不太好 有人覺得應該是從公務員 著手比加水費更好 但是 就算是否加也好 水費加不加也好 這也是一個 重要的議題 因為始終對於 接下來整個 整個服務業 消費行業 各樣那樣 都是會有影響的 更加如果是真的話 那些店舖 餐飲業 將會百上加更 唉 所以想下去 看來 有些人就說要加的了 他又加租又加 那究竟我們應該頂得哪樣呢 所以 我經常都說 如果在租金上面 有些可以有辦法去調整的時候 那你加價 加這些水電煤那些 就有空間了 是不是 你不是的 齊齊加 正所謂的經濟 還沒回來 還沒完全回來的時候 就已經所有東西都加 對於很多企業來說 他們未必頂得住 這個也要政府去研究一下 究竟如何幫助一下 那些餐飲業 或者各樣的店鋪 如果不是 那些情況只會 看來 都會繼續 大家瘋狂不上消費 大家上去吃烤西的 好了 這時間就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